如何获得万魂帆? 首先呢,咱们找老道接个任务 他会给你一块百度令牌 然后就开启了鬼道意图支线任务 跟着支线剧情一直往下走 会解锁新人物 获得关键道具生魂帆 有了生魂帆之后 咱们可以通过转移魂魄升级魂帆 首先练出百魂帆 然后学习命魂共生 咱们就和鬼使命运相连了 随后咱们要选择用零食、机缘或者攻法点 来换取情报 超人选择零食 结果呢,我生无尊文 还得鬼使替我买单 随后咱们的魂帆又可以升级了 变成了千魂帆 随后获得了一本神通 然后就要和百度使战斗 咱们可以用千魂帆来对付百度使 三招过后百度使败下阵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签订鬼器了 选好个名字签订了契约 这样一来万魂帆就变成了 完成了鬼道意图的任务 我们就获得了夜行鬼都的道号 把称号添加上去 随后就可以在神通界面 看到咱们的鬼使了 不仅是咱们的人物可以修炼 鬼使也可以获得提升 从统领之身升级到巨魂一阶 继续吞噬材料 很快鬼使就提升到了明破一阶 它会是我们以后的强大战力 FM